黄晓明演过许文强 杨过 现在还有新片《匹肤中的方有望》 以及眼下的岳飞 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一种英雄气 而黄晓明从小便有根深蒂固的英雄情节 可能从小到大心里面就有一个英雄的情节吧 正好感觉我那个年代就是崇拜什么岳飞啊 我就老看一些岳飞的联欢话 听任安方老师的岳飞评书啊 还有这个看了一些各种各样的英雄的这个武侠小说长大 所以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个英雄了 碰到像杨夺啊 许文强啊 岳飞这种角色 明明知道可能会被伤得变成人生 体无完乎 还是忍不住想去适应 反正是尽力而为